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们家最好吃的蛋糕 你这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因为我哥 我才不会留在这什么鬼地方了 因为我最爱吃的马卡龙都没有 行 你想吃的东西 我一定给你买回来 等着 站住 我来 这什么破车 你今天这个车 还有这个导游费 加你那什么破蛋糕 多少钱啊 咱们俩什么关系 脏不脏你 不要钱 不要 不用 拿着 别找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男人心里想的什么 男人嘛 无视献殷勤 我劝你啊 别想了 不是 不言 来啊 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我就刚刚回来的啊 船票给你买好了 过两天回家 我不回去 我都已经跟爸说好了 哥 你不要赶我回去嘛 我保证我特别听话 我肯定不会惹你烦的 听什么话啊 你在这儿我都没精力照顾你 还整天给我添麻烦 我不会跟你添麻烦的 我也不需要你照顾我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我自己 我今天还去乱那个什么灯 好了 小点回方休息吧 不要嘛 还想陪你再待一会儿 行 那你待这儿吧 我去睡了 哥 你知道那个 哪儿有卖马卡龙的吗 行行行 算了算了不用了 我自己找一找吧 先生看一看呗 你这儿有卖马卡龙的吗 马螺旋 马什么 这很好吃的马螺旋 我说的是马卡龙 马卡龙 就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站长 问你个事 你知不知道 这个马卡龙是个什么 哦 不晓得 没见过 行行行 你忙吧 你见过这个吗 没见过 谢谢谢谢 下一位 小罗 小罗 江医兽 你 我好难过 怎么了 失恋了 没有 连个恋都没有 哪儿来的失恋啊 可是我心里就是好难过 我好像病入肛光了 贾医生 救救我 你一定要治好我的病 都这么难过就别憋着了 想哭就哭 这里也没外人 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病 因为我 因为我也失恋了 我没失恋 你被失恋了 我没失恋 你被失恋了 你没失恋 你哭个什么呀 你的感觉我心里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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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个心哪 在这个火上煎熬 煎熬 煎熬就别煎粉呀 冒冒心里哭啊 刘一会儿 这个卿医生有问题 嗯 走走走走 听重警啊 受个刺激不小 我看这个江医生啊 自己都有病 这找他看病 这不下歯吗 对啊 走走走 我们这个病 到底该怎么治好 只有一个办法 把他们来都搞定 我先铺头巨蓝 再狠狠地蹂躏他 抛弃他 医学前途 快一眼走 大 大头 你也失恋过来找我看病啊 没有 我来找小罗的 给他打电话没接 就来碰碰怨气 那正好 你当护花使者 赶紧把小罗护送回去吧 走吧 走吧 我心里再苦 我还得给病人看病呢 回去哭会儿去吧 你忙中 走吧 大头 小罗 小罗 如果当初 我没有离开海岛的话 我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 可是没有如果 小罗 大头 你别这样 到底为什么 从小到大你了解我 从小到大你了解我 我也了解你 我最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 稳定的家庭 稳定的生活 还有稳定的未来 我这些年在外面努力赚钱 我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有一天回到这里 给你所要的一切 我以为我现在回来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我和你之间的感情 不是那种感情 你能接受我和江一盛谈恋爱吗 当然不能 那不就结了 我对你的感情 和江一盛是一样的 那吴居兰呢 十几年的感情 比不过一个来月的 萍水相逢是吗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和你之间 是不可能的 你跟吴居兰 才是不可能的 因为吴居兰 他跟你想的不一样 他不是人 是啊 他不是人 他是妖精啊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啊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 你别再说了 你不用送我回去了 我自己回去 你不相信我是吧 好 我现在带你去看 走 大头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这里就是吴居兰那天 跟黑衣人打斗的地方 看到这个掌印了吗 这是吴居兰留下的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 能留下的掌印 吴居兰他不是人 这就是证据 大头你为了骗我 还费尽心思 把墙面遭成这个样子 我 你看清楚 这是我的掌印吗 你不信可以让吴居兰 对比一下 行了 玩笑开一次就够了 别再说了 笑容 吴居兰他真的不是人 他真的不是人哪 那难道都是蜘蛛匣 还是变形金刚啊 你清醒一点 我很清醒好吧 我告诉你 别再胡说了 我不听了 我要喝酒 江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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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江医生 江医生 你别管我 我要喝酒 江医生 没酒了 那不玩了 没酒了 你慢点 别管我 别管我 亮亮 亮亮 我不能没有你啊 亮亮 我对你那么好 好到我自己都感动了 你怎么就一点都 无动于衷呢你 你再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我缠也要缠着你 赖也要赖着你 我还没失恋过呢 我对你那么好 我不能松手 我一红手就抓不到你啊 没有了灵珠 我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生命 只要沈罗活着 安左一定还会威胁他的生命 我必须在走之前 解决这件事情 如果 安左能放弃争夺灵珠呢 我只能让你让我来 看来那个江医生 对你还蛮痴情的 跟你没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 他是我的情敌 惩罚你 谁让你积极了我的嫉妒心 不过 那个笨家伙跟我相比 似乎没什么战斗力 我虽然不喜欢那个江医生 但至少他不会伤害我 如果你不爱我 也就不会受伤 我看你已经痊愈了 今天晚上就离开吧 我不走 你可以跟吴俊兰说 你不是答应过我 你要离开的吗 你难道要继续抢灵珠吗 我舍不得你 我想多留几天 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会有这种天真的想法 没有 我只是假设 我和黑巫石之间的恩怨 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 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牵手终止这一切 我明白了 我会辅佐你 尽快找到安佐的下落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留下的长页 吴俊兰他不是人 这就是证据 真是怪事 我做了一辈子海产生意 什么样的鱼没见过 可这种样子的鳞片 还真是头一次看见 照着鳞片的大小 这鱼肯定是条超级大鱼啊 小罗 这鳞片也从哪弄来的 小罗 你出个价吧 这条大鱼卖给我 小罗 小罗好商量嘛 怎么了 病情有变化 小医生 我问你啊 你说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故事书里说的那种 蜘蛛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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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病了呀 哎呀 你跟我正经一点 我跟你说的才是正经的 你才不正经好不好 我是在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从医学的角度 和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 到底有没有任何可能啊 废话 当然没可能了 我也这么认为 病得不轻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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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沒事 我還有事情我先走了 嗨 你回來了 夫妍 怎麼又是你啊 你不是喜歡吃什麼馬卡龍嗎 我跑遍了全島 都沒找到 但是我找到了這個島上最好吃的 什麼杏兒酥啊 核桃酥啊 椰子球啊 你嘗嘗喜歡哪個 我都說了我不喜歡這些 你自己留著吧 不遠 對不起啊 我沒找到你喜歡吃的馬卡龍 不過這個也挺好吃的 你嘗嘗 得了吧 你們男人都一個呀 說話沒個準數 這個真挺好吃的 哥 你怎麼了 我看上的古董被人搶走了 我看上的古董被人搶走了 誰搶了你的東西 你再搶回來就是了 真要那麼簡單就好了 好 当风不再追云 当冰不再化水 当火不再炙热 当石不再坚硬 当世上没有爱情 我才能停止爱你 好入马 算了 为了治病 连要苦口立病吗 不认了 能够遇见你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有了你 我的生活变得绚丽多彩 爱上你 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牢 估计了 当风不再追云 当冰不再化水 当 当 当 对了 当火不再炙热 当石不再坚硬 当世上没有爱情 我才能停止爱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安电影里面演的那么说 吴俊兰 我被你害病了 谁叫你没事撩我的 现在你想拍屁股走人 送你两个字 没门 你现在的付出代价 配合我治病 怎么不治法 一句话 不管你答不答应 我都要做你女朋友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来历 你的来历 吴亮亮都告诉我了 你之所以会爱我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吴俊兰 吴俊兰你要去哪儿 吴俊兰 吴俊兰你干哪儿呢呀 你现在又在跟我玩什么玩意儿 你快出来吴俊兰 吴俊兰你快出来 大 吴俊兰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你身材还不错 你不就是在娃娃娃吗 你别吓我了 什么西游戏风扇帮我都看了身体面了 可你这身装扮一点都不吓人了 是真的 你回去了 你别闹了 爹都不咋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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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上午的功课 想了满肚子情话 竟然给我来这样一出 不是浪漫爱情故事吗 怎么会变成惊悚恐怖片啊 戏都散场了 好歹也送我回去吧 到底懂不懂礼貌 知不知道甚至风度啊 车子 车子 停车 停车 你是不是跟吴俊兰传统好的 还嫌我不够菜是不是 吴俊兰 你是老天爷派来重犯我的吗 我不相信爱情 老天爷就重犯我爱上这么帅的一条鱼 老天爷 这玩笑开大了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呀 吴俊兰 你个吴俊兰犯贪 你竟然这么丧心命狂地 欺负我这么可怜的少女 我一定要报仇 我要把你做成水煮鱼 剁掉鱼桶 加烂烤鱼 随便选一种司法 我一定要惩罚你 你 Elizabeth 你是 谊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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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水龙 你别再回过来想了 有点其他的事情 随着杨柳的变化 海豚恋爱的季节到了 关于爱情 它们有自己的宣泄方式 求爱时 雄性海豚背部恭喜 做求爱姿势 用鼻子 抚摸或爱抚 未来的配偶 如果成功 海豚的决心就会 凯老板 给我来三条咸鱼 三条是吧 来 你俩好啊 小姐 来看看咸鱼吧 很好吃的 给你钱 剩你一百 找你三十 你干什么呀 这些醋让你瞪住 什么 什么 您把自己的真实身份 告诉沈罗了 奶奶不是告诫过您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吗 您究竟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要让她离开我 让她对我死心 您不是爱她吗 我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生命了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平静地离开 与其让她日后绝望 不会让她现在对我死心 可惜 您那两苦用心 省了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没有自够爱她了 我的爱对她来说 是致命的危险 沈罗 什么事把我着急忙慌叫过来 人家还忙着呢 江医生 吴俊兰 她说她是 是什么 她说她是 是 是 是一条鱼 她还真是豁得出去啊她 我曾经为了拒绝那些 对我痴情不改的姑娘 我也想过很多的借口 比如说什么 出国深造了 还有什么欠下俱债啊 得了白雪冰啊 但是没想到 吴俊兰这小子 比我还能编 那那些姑娘都离开你了吗 当然没有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的魅力太大了吧 不管我编什么借口 不管我把自己说的有多惨 他们就是对我痴情不改 陪我到海枯实烂 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情 不治吧小罗 就算吴俊兰是条鱼 你也要和她在一起 这口味也太重了 爱情是不分界限的 那也不能爱上自己的食物啊 你想想啊 那如果我的女朋友是公保鸡丁 水煮肉片 清蒸桂鱼 你想想我都醉了 先生 说正经的 就医学的角度和生物学角度而言 你说一个人跟一条鱼 能不能在一起啊 就是恋爱结婚的那种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 我应该给你做个全面检查 哥哥到底喜不喜欢我呢 喜欢 喜欢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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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 喜欢 不喜欢 小山坡给你采了一束花 没事 采花的时候擦伤了 小事 给 喜欢吗 有心栽花花不开 祖心茶柳 柳成一 我觉得你这想法也挺好的 柳叔也不错呀 夏天可以遮阳 冬天可以等风 天再冷的时候 还可以当柴火取暖呢不是 怎么样 喜欢吗 可我就是喜欢花 奶奶 沈罗已经知道了 瑞格拉斯的真实身份 她是怎么知道的 是瑞格拉斯主动暴露自己身份的 为了让沈罗离开她 不惜处此加策 看来瑞格斯 是铁了心不想拿回领珠了 她是真的很爱沈罗 她把这份感情 看得比她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未必有勇气 做出她那样的选择 她的选择是错的 作为守护者 你的职责 就是延续较人的生命 而不是为她错误的抉择辩护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做 你先稳住沈罗 我会尽快想出对策 大头 我去来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终于知道了 我在问你话呢 那天我恰巧路过海边 我亲眼看见它跟黑衣人在打斗 小罗 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 那我怎样 什么怎么样 吴俊兰她不是人 吴俊兰她就算不是人 但是生命她是平等的呀 你是人就可以瞧不起鱼了吗 再说现在什么年代了 有个不是人的朋友很拉风啊 沈罗你清醒一点 我说吴俊兰她不是人 我很清醒啊 就算吴俊兰她不是人 但她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还帮我很多忙 你说杨明明她也不是人啊 不过我们还是很愉快地做了朋友嘛 你 带头 我可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把吴俊兰的秘密说出去 你就死定了 曾经我随风四处飘荡 没失踪的我孤独肆意生长 那一天仿佛出现了欢笑 你 你 我写了 我写雪了 我 我写雪 快 快 快给我拿着 我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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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天能不能约你去个地方 说啊 这附近有个古城特别好 我会想带你去看看 我约了哥哥两回了 他每次都说我约 好啊 明天下午我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行吧 不见不散 不散不见 不是 不见不散 好 吴居兰 你个渣男 你别那么离谱的借口 把我们家小罗弄得神经兮兮的 就你这样你还教人啊 你要是教人 那我就是齐天大圣Superman 躲什么躲啊 是 我江一圣是曾经花名在外 伤过不少女孩子的心 但我现在改邪归正了 我跟你可不是一路人 瞪着我干嘛呀 你招什么急呀 心虚了是不是 我就是要骂到你抬不起头来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出去别人 别说你认识我 更别说我教过你谈恋爱 丢不起这个人 人吗 溜得还挺快 就这样还教人啊 我看你就是你瞅 我第一个人 我是个人 你。。。 你才是说我 你第三个人 我应该想了 你怎么能看 我,你怎么能看 你这部脑子 第一个人 你就可以... 我操 Vote 安总 安总 你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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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总 你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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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我不希望再看见你 这么多年了 我们要继续这样子折磨彼此 就算你不说 我可以感受得到 你是爱我的 我爱的那个你 在你加入黑巫师的那一刻 就已经死了 快走吧 如果下次再让我遇见你 我绝不会放过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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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偶然假裹 定期在哪一个 就已决定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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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美得不了遗憾 别说你也会有负担 别说未来 总难积攒 也许相遇 也许相遇中小分率 但却拥有 不配合的回忆 还娇人呢 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昨天又跑去哪儿了 你是怕我找你算账吧 所以躲起来了 昨天不是挺威风的吗 还呼风唤雨波涛汹涌呗 今天怎么就怂了呢 你急着耍呀 怎么不上天陆地 七山二变一个给我看啊 你还敢动我 烦了你 信不信我对你下手 从哪儿开始吃 你说 别急 一会儿有你的份 不拘乱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走 小楼 小楼 胡俊兰 小楼 胡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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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哎呦 我带你去约 吴居兰 你撑着点 医院就在前面 小罗 他怎么了 不对啊 吴居兰 他不是人吗 小罗 你搞什么呀 长成这样算不算宠物啊 算了 死马头活巴衣 小罗 把他交给我吧 我会离岛一段时间去找一样东西 在这期间 我需要你继续见识吴居兰和沈罗 没问题 只要吴居兰和沈罗有任何风吹草动 你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哥 你在和谁说话呀 没有 我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不是看你熬夜了吗 所以给你熬了一碗燕耳粥 赶紧喝了吧 谢谢啊 好不好喝啊 好喝 那你要是喜欢喝 我以后每天晚上给你熬 啊 那行 我那个不打扰你了 你就赶紧忙吧 我去睡觉了 哎 哎 那个前两天你不是说要去看古城墙吗 嗯 你不是没时间吗 我明天下午有空 真的假的 对啊 明天我们一起去吧 啊 哥 你太好了 嗯 我不要喝了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怎么这么好啊 套翔真的伤得很严重啊 没关系吗 放心吧 我是医生 我知道你是医生 可是乌俊兰他 哎呀 他不是一般人了 我们出去说吧 什么 你知道吴俊兰是焦人 你怎么知道的 在我之前还在我之后 我们家族 是世代守护焦人的女巫 女 女巫 这比电影还精彩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不是做梦 人类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欲望 作为一个异类 吴俊兰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 他之所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是想把你吓跑 吓跑我 为什么 正如你所见 吴俊兰病了 而且病得很严重 即使是我 也没有办法让他痊愈 他不想连累你 那怎么办啊 他暂时不会有事的 但是如果想要根治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身上 其实有什么 不去了 谁让你下来的 我扶你上去 得到 都已经神智不清 病成这个样子了 真的不用采取什么措施吗 吴亮亮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医生 医学院会教怎么吃胶人吗 胶人到底算不算冷血动物 就算冷血动物 也不应该这么冰吧 这样下去 该不会整条鱼 变成一条咸鱼了吧 不许来 我来救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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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您拨叫的状况 暂时无法退休 不去来 你撑着 我这就去找吴亮亮 放心 吴亮没事的 怎么可能没事 它现在冷得跟冰块一样 很危险的 吴俊兰 我不是叫你等我吗 你怎么就死掉了 床上没人 我当然知道没有人 假如死掉都会变成泡泡飞走的 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你懂什么 吴俊兰 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跟你说 我还没有追到你 我的病也没有治好 你怎么就死了 苍天 你先是弄了一条鱼来嘲笑我 接着又让这条鱼直接挂掉了 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你这是在蹂躏我 这种电视剧里的青年 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吴俊兰你没有死 你还活着 我早就说过 吴俊兰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 她没事的 那我先回去了 你干嘛 你干嘛 我是在看你好了没有啊 别担心了 我昨天晚上都摸够了 不差这两下 昨晚我也听见你说什么了 莫昨晚说了什么 我不过就是鼓励你振作起来啊 你别搞错啊 别误会了啊 江医生 我跟你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为我改变了很多 但是很抱歉 我现在根本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不会是你对你前男友 还有一情未了吗 对不起 你怎么走路呢 你看着点啊 没事没事小兄弟啊 不好意思啊 他最近刚失恋 心情不太好 你多担待点啊 走吧走吧 你怎么可以找你 我目前没关系 还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